总统蔡英文昨天在军事会谈才是台北宾馆 要作为悼念黑鹰殉职的将士追思会 而且会提供民众来悼念 市场最新情形我们要连线给记者杨秀敦 那昨天也确实在现场是找到了这个黑盒子 那么在今天进行解读之后 是不是有初步的结果呢 我们要请记者韵涵带我们一起了解 记忆正在掌握到目前的最新进度 据了解在昨天找到黑盒子之后呢 韵安会已经发现了比较关键的内容了 现在呢他们就会将模拟图还原现场之后 宋达这个国防部会统一来对外说明 详细细节带你来看到 目前呢这个巡获的黑盒子已经移交到 韵安会之后 在今天已经完成了解读 会交付国防部来宣布 而且韵安会也表示说 黑盒子的资料都会清楚完整 届时会有非常完整的现场模拟图 让大众了解失事的当时情况 此外呢他也表示说这个资料初步看起来 直升机的动力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在失事之前 飞机会突然下沉 当时动力系统也是正常的 而飞行员尝试拉起整个直升机 却失败导致意外 而且呢目前他也提到了 国防部的人员就在韵安会当中开会 而相关人员会将资料交付 国防部对外说明 此外呢包括雷达资料 航管资料 还有的图表资料 也会一并交付 包括呢在失事前三分钟的状况 都会非常清楚 最晚呢在今天下午两点之前 就会送到国防部 而这关键最后的三分钟 还有最后的到底为何 飞机会突然下沉 恐怕都会有最新的答案 此外呢谈到了直升机 这个救援实在是非常的惊险 因为过去呢包括空情总队 他们也常常用直升机来救人 但是呢包括这些退役的飞官都谈到说 在救援驾驶直升机的时候呢 其实呢是常常会有这个机械突然部分有故障的情况 而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 当仪器故障发出的这个嗶嗶声 会让他们思绪稍微乱掉 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能害怕 只能尽可能呢稳住当下的心情之后 继续他们的救援任务 此外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原住民台湾首位的女飞官 他这位呢叫做原住民女飞官 他其实是屡屡完成艰困的任务 他是赵亚惠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本身是塞亚族人 但是呢他在海欧部队服务了11年 从副驾驶开始 已经飞行超过了800个小时 非常的优秀 而且呢他也经历过非常多的重大灾难 包括呢曾经是在这个921地震当中去救灾 而当时921的时候呢 也正好是在准备婚礼 他只能等到整个救灾稍微高一个段落之后 才能进行他的婚礼 而且他也提到了当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不能来 因为他们的同袍都必须忙着救灾 但是他的那时候的魏芬夫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跟他讲说那您驾驶飞机要去救人的时候呢 千万要非常的小心 此外呢各位可能在台北的民众 昨天就有看到101有这样的祈福灯视 就是呢谈到说要祈福这一次的黑鹰事故的字眼 而这到底是谁发起的幕后的推手现在曝光了 就是这位海军中校刘家智 他其实是在1月2号的时候 在脸书po了这一段文章 他特别要大家呢 自这个email给台北伊林 他说呢因为国军此刻面临重大创伤 是国家的损失 兵关悲痛不已 因此呢如今面对这样的这个灯警 他其实很沉重的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够建议台北伊林 稍微洗灯示意 或是呢有一些祈福的字句 为亡者还有伤者来祈福 他还说如果造成不变 敬请见谅 果然这篇po文立刻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非常多人就去留言并且谈到了这件事情 因此呢台北伊林一也立刻做了回复 来看一下还有新po文 看到台北伊林回复什么内容呢 他说感谢你的共体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了 现在在外头的灯网 停播公播动画 还有广告赞助商的内容 该以哀悼致敬 感谢您带领凝聚全国国民的民心 而且呢也可以欲赐去的这个国君英雄 致意愿逝者安息愿伤者平安 由衷地感谢你们 感谢感恩 而这个故事呢现在也被曝光了 大家也觉得说 这位忠孝做的是真的非常好 而再把时间交款一针 来关系农历年前 最后一档3C电器 空调影音电脑 年终贡物节压轴登场 国内家电呢还有三系列者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推出了多项的优惠促销 今年一共有百大品牌 以及原装品牌共同产出 像是电视 冰箱 洗衣机 冷暖空调 生活家电 还有笔电等等的家电3C产品 应有尽有 内政部长徐国勇呢 也是亲自来体验智慧家电的功能性 今年活动是搭配了政府的货物税征 减政策等等 那预估呢 四天斩棋可以创下17亿的商机 嘉义县山区立委候选人简明莲 他到嘉义市党部 还有国民党眉山党部主委加丢鸡蛋 他说因为不满这个眉山党部呢 他主委寄出给党员的贺卡 立委候选人提到了林国庆 还有许能通两个人 还说呢必须要弃保一人才能赢 他认为这有意图使人不当选的疑虑 而且他更生气的是 他明明自己也是国民党的 但是在这贺卡里面呢 名字都没有自己 无视自己是忠贞党员